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成 这次要介绍要如何安装模拟微信里面的外挂机 那是自己免费的部分 那我们会在网络上找到一些免费的外挂机模组 或者是一些涂装模拟 那这一题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安装啦 好,我们在网络上呢,会找到很多免费的模组 那现在之后呢,通常都是压缩档 压缩档解开之后呢,所得到的资料夹呢 里面呢,就是需要安装到模拟飞行 Airplane 资料夹里面的重要文件 好,我们先到模拟飞行 然后呢,Sign Object Sign Object 这边 好,Airplane 这边还有很多其他的 其他的 资料夹,像船啊,地面的 這些載具啊,直升机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是针对Airplane的部分 飞机的部分 那我们把刚刚下载下的这个资料夹 直接复制 贴到这个模拟飞行的主持在家里面 好,贴进来之后呢 基本上呢,这样就完成了 因为这是一个模组 那模组跟涂装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地方呢,就请各位要注意到 好,这样安装完之后呢,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刚刚所载下的飞机是 刚是这样子的 好,我现在进来了 那空八呢,应该都属于商用飞机 所以你直接点商用飞机进来 应该就可以找到空八 好,在这里 这一架呢,就是我们刚刚所下载下来的 模拟飞行 免费的外挂机 空中八是1350 好的 图片就像这样子 好,看看 那这里有他的网站 还有他的频道 那如果有兴趣的网友呢 可以去这地方看看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安装的是 教大家的是 安装塗装的部分 那当然 塗装一定要对应 对应它所支援的模组 那我们一样找到这个呢 AGS B4的这个塗装 那它是越南航空的 好 看一下越南航空的 A351 好的 最重要的是安装方式 这边有个texture.vn 就是 它这个越南航空塗装的主资料 设程式 应该说 主图档 好 这些 首先呢 先把这个texture.vn 不知道 刚刚这个A350 资料夹内 好 你看同样都是texture 你看这边是 XWB 这就是 应该说 这个是模组 350-900的模组 好 然后这个塗装呢 就是原厂 原厂出来的塗装 那刚刚大家都看到 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呢 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呢 就是 Aircraft的部分 这个文字档呢 这边也有Aircraft的部分 那 把这个文字档 复制起来 好 贴到 原本的 这个下面 然后注意哦 这里是0 所以呢 下一个是1 好 按上1 1 好 如果你还要再安装其他的 350 的 那个 涂装的话呢 就是2 一次类推 234 这样下去 好 完毕 然后 现在再回来看 要安装几句的 那 刚刚已经给各位看了 这个越南航空涂装的样子 那我们就是去找那个图片 那一样找 commercial airline ok 在这边 好的 这样图片就安装好啦 然后呢 我们现在先去看看 好的 那他的这个说明文件里面呢 有讲到说 因为他用的是787的面板 那他不会 他没有那个3D的机场 所以要自己按出来 里面机场 好 按出来之后 就是这些都可以去设定 自动加速的 那我们先来看外观 好 这是我们刚刚安装的 那个 电脑航空 这个 这个 装的部分 那基本上 大致上呢 这样就是已经安装完成了 好的 那这一次的教学呢 有点 紧凑 但是 大致上 就是这个样子 那 还是要再提醒各位 涂装 涂装跟模组 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你光有涂装 没有模组的话 是没办法使用的 那这点请各位注意咯 好了 这一集的教训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